讀 Ek 无别以我 因为我们那个戏有一点动作戏 所以就難免 真的是被手扣打掉 自己不小心 所以是女青 沒有玩笑 也有一點玩笑 三天 其實就是很痛沒有想太多 小朋友有 對 因為我 我前一晚其實才在跟他們 演練 因為我會在家背劇本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好奇 我要演什麼 然後我就會大概告訴他們那個劇情是什麼 然後 我拍的這一天的劇情是比較稍微 稍微偏暴力一點點 所以我還有特別跟他們解釋 這一切都是假的 所有的受傷所有的 全部都是假絕對不會是真的 然後我還跟他們演那種 等一下媽媽打你就啊啊啊啊 那個就是媽媽明天要演的 就是我可能被打到我會啊啊啊啊 但都都假的不會是真的 就 我就真的帶上回去 結果是真的嗎 我就跟他們講說 真的是因為我自己很不相信 才會出這個事 要讓他們安心 要不然因為我大兒子他很在意我受傷 這件事情 因為像我皮膚比較敏感 我只要在劇組綁麥 如果那個 繃帶上面有矽膠 我一定是大過敏就整圈就會腫起來 然後那個色素會留很久這樣 然後我大兒子他每天我只要拍戲回家 就會檢查我的身體 就檢查我的腿跟腰 他會看我有沒有留任何的痕跡 對 但是因為他這次真的比較 比較緊張 對 就是他必須拍攝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比較少 但有時間就會 但是他們其實很失望 就是譬如說我在忙的時候 就是 敬文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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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們一直 對 對 他們很習慣 OK 那他有跟妳講他現在錄製的走路 其實我覺得他蠻好的 因為畢竟這麼多人一起 所以其實 我覺得那個感情 還會蠻不一樣 對 但真的很辛苦 我知道是真的很辛苦 對 可是好像很辛苦 其他我就沒多問 因為他就都 一時間沒辦法跟我講太多 還好 那你有沒有問雷丹青嗎 偽丹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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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偽丹青